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二百七十九回 这赤裸的女子啊正是那美艳女子原谣 哎呀这个时候的原谣啊 早就被韩丽忽然出现的事情给震惊了 现在一听清楚韩丽的话语之后 顿时醒悟过来满脸飞红啊 他连忙用玉手遮盖住了胸前傲然的玉汝 以及上面挺立的一对烟红 羞脑至极的轻斥道 你怎么会在这里 那个传送阵明明是废弃不能用的才对 你你快转个身去 袁姚一副精修交加的样子 听了这话 韩丽微微一笑 没有回答此女反而不在乎的走出了传送阵 稍微打量了一下四周 这里是一处巨大的石室 大约有三四十丈的大小 左右各有一个普通的石门 而韩丽的对面 水池的另一边 放有一堆黑色的衣裙和几件储物袋 再往后面数丈远的石墙上 却有一座白玉雕砌成的龙头浮雕 在龙头下方三四尺的地方 有一个绿莹莹的蛙槽 槽内放着一个绿色的长颈玉瓶 仿佛正在接什么东西似的 袁瑶一见韩丽的目光 落在那绿色玉瓶之上 顿时忘却了羞翼 默然色变 不过韩丽视若无睹的 马上挪开了目光 反而几步上前 走到了这水池边上 低头看了一下 这乳白色的水叶 袁瑶 这才暗松了一口气 脸上恢复了正常 但是他美目一光闪动 似乎在思量着什么 此刻的韩丽 也似乎想起了什么 忽然伸出手来 在水池中轻轻一捞 一些乳白色的池水 被韩丽轻易地捞起 送到了眼前 这些池水一箱扑鼻 充吹着纯净的天地灵气 但片刻功夫之后 一箱和灵气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在韩丽眼皮子底下 消失得无影无踪 化为了普通的清水 韩丽脸上有些动容了 灵眼之拳 真没想到啊 须天殿之主竟将这么一大口灵拳 迁到了此处 袁姑娘此次冒这么大风险 进入内殿 难道就是为此而来的 韩丽将手中的水滴轻轻易抛 不慌不忙地冲着池水中的大美女说道 哼 韩道友就是这样和一名女子讲话的吗 莫非没有看够 还想让小女子多赤身裸体一会儿 袁瑶这个时候恢复了镇定 但是 韩丽仍然在他裸露在外的香肩上 毫不客气扫尸的时候 不禁将身子再沉下一切 有些气恼地反问道 不过 听他的杰森容颜 再怎么脑露 看起来仍然是风情万种的模样 再加上此刻 赤身裸体无法披肩 此时此景实在是充满了 无尽的诱惑 真是一代优物啊 韩丽宁神细望着此女的花容 心里头不禁有些火烧火燎起来 他虽然一向子是清心寡欲 尽量克制自己的欲望 但他毕竟也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啊 这样美景出现在眼前 虽还不至于做出什么丑态百出的事情 但大宝一番眼福 这口头上调笑几句 他倒不会在意的 于是 韩丽一屁股坐到了水池边 将脚上的靴子脱掉 大模大样的将双足泡进了水池中 慢悠悠的说道 呃 盯着水中重新脸红的燕泥不放 你 袁瑶 脸上如雪 脸上痛红的想要说些什么 但是随后乌黑的眼珠微微一转 这交融立刻恢复了正常 并且巧笑叛息的 我还真以为道友是鱼目鸽的 不懂得怜香惜玉呢 没想到 韩兄还是能解风情的嘛 袁瑶 亲受过道友的大恩 就是让韩兄看一下小女子的身体 这又算得了什么呀 我们修宣之人 怎会对一副肉皮囊 看得有多重 那好吧 那袁瑶就出来穿衣了 说完此话 她仿佛挑逗似的 从水中伸出了一只 洁白如玉的手臂 轻轻一挽自己的乌发 冲韩丽娇媚至极的一笑 一时间呢 玉蓉灿然声光 夜若桃花呀 韩丽一愣神 似乎也被这个女人的风情给迷住了 刹那间 袁瑶 双手不经意的轻轻一击池水 一道白盈盈的水墓 出现在了此女和韩丽之间 一下子切断了 韩丽毫不掩饰的眼神 而趁此机会 这位大美女从池中一下子飞出 就如同飞天仙子般的倒射向水垂边的衣裙和储物袋那里 接着身上一阵黑气冒出 一下子将那些东西全部卷起 并将身子迅速遮掩的 奄奄实施的 等到黑气散尽 修长优美的身影重新出现的时候 袁瑶身上早已经是衣衫整齐 滋容显雅的轻轻飘落在地上 而那龙头浮雕下的长颈绿瓶 不知道什么时候 消失的是无影无踪啊 白色水墓已经降落下了 韩吕望着此女眼中恢复了清冷的神色 哎 看来在下是没有这个眼福了 真的是有些可惜呀 袁瑶听了这话 脸上先是一红 但娇娇底声 红唇一抿的说道 韩兄不是和那些高人去五层了吗 怎么会出现在小女子这里呀 说着 她伸出一只玉手 优雅的轻抚了一下 湿入路的绣发 一阵白光闪过之后 长发瞬间烘干了 几缕青丝划过其的脸颊 映衬着雪白的肌肤 更加增添了这个女人三分艳丽啊 韩吕脸中露出了一丝欣赏之色 这个女人哪 如果说单论资荣 绝对是韩吕见过女子中数一数二的 举手投足之间 无不赏心悦目 让男人是心醉神迷呀 在下只不过触发了一个禁止 就被传送到了这里 韩吕正想请教袁姑娘 此间到底是何处啊 韩吕在对方 瘟疫般的脸上转了几圈 神色平和的说道 什么 触发尽致 袁瑶眼波流动 露出了似笑非笑的神情 根本不相信韩吕所说 但是韩吕无所谓的打个哈哈 就淡淡的盯着此女不言语了 袁瑶脸上升起了一丝红韵 对韩吕这副死缠烂打的样子 他可真的有些头痛了 论动手 他可亲眼见识过 韩吕屈虫树的可怕 而最擅长的魅术 对此人 那也是一点无效的样子呀 他皱了一下细长的绣眉 只好有些无奈的说道 这里是内殿第二层的密室 已经从那么破旧的传颂阵中出来 早知如此 我就先把那传颂阵砸得稀巴烂了 否则也不用被你占了这么大个便宜 说完这话 袁瑶还有些不甘心的瞪了韩吕一眼 看来还对他看到身体的事情有些愤愤不平 哈利听到这话呀 就好像什么都没听见 脸上丝毫不红一下 反而懒洋洋的伸了一下懒腰 将双足从池水中抽出重新穿上了鞋子 就这短短一会儿的浸泡 就让他法力恢复了一部分 虽然说他还想多泡一会儿 但他更想找到出路 急早逃出这徐天殿去 于是 韩吕不再理会这位大美女了 台族往南边的石屋出口走去 站在出口处望了几眼 看到的是一片狼藉纷乱的景象 外面是一间更大一些的石屋 在屋里边有一件被拆得稀巴烂的傀儡 躺在那里 看到附近坑坑洼洼的样子 显然呢 原谣是经过了一番苦战 才来到了这里 这个石屋对面有一扇石门 上面闪烁着韩吕熟悉至极的白色霞光 这正是从一层到五层 那些密室石门上一模一样的静置光滑 韩吕犹豫了一下 还是走了过去 看了一会儿之后 从身上取出那块虚天残土 注入了灵力 然后往石门上轻轻的一贴 结果一阵白光闪动之后 石门毫无反应 哈利叹了一口气 果然啊 人一旦进去 想从里面再出去 凭着残土 根本没有可能 而他自负也没有这么大本事 能破除掉这禁制 于是他闪力也不想的 立刻反身而回 往北边的出口而去 你干什么 那里面是一个厉害的阵法 不是普通人能破除的 难道你想破除取宝 原谣的目光 随着寒力的身形而动 眨了眨美目之后 忽然开口冷冷的问道 我想离开虚天殿 原道友 难道有更好的建议不成 已经走到另一边出口的 寒力 头也不回的说道 没有 不过这里的宝物 可是小女子先看上的 难道寒道友 要和小女子争夺吗 原谣明眸闪动 脸上露出了一丝异样 取宝 原道友在这里待的时间 也不短了吧 若是真能破除这里边的禁制 似乎早就应该得手了 寒力站在出口处 望着里边轻盈盈的霞光 毫不客气的说道 我经过这些天的研究 已经有一些眉目了 再过三五天 一定能破除里面的禁制 原谣脸上先是红了一下 但随即神色一沉 竟然露出了不肯相让的架势 听了这话 哈利有点诧异的转过身来 半眯起眼睛 望着这个女人一言不发 袁瑶的心里头 有些忐忑不安了 片刻功夫之后 她终于忍不住退让了 好吧 我承认 若是独自破阵 的确在虚天殿回归之前 也可能一无所获 但若道友现在就要破阵的话 在下可以和韩兄通力合作一次 想必可以节省韩道友不少的时间 哈利听了这话 静静的站在那里 神色没变 继续等着此女说下去 他很清楚啊 这位大美女一定还有什么下言 没有说完 不过在破阵之前 小女子要先和道友做个交易 袁瑶盯着韩丽 缓缓说道 交易 什么交易啊 我可以听一听 韩丽双手一抱肩 做出洗耳恭听的姿势 只要韩兄肯放弃里面的宝物 在下愿意另做补偿 补偿 韩丽神色淡然 丝毫表情没有流露出来 像韩丽这般模样 冤瑶露出了犹豫之色 但是低头沉淫的片刻之后 就猛然的一抬头露出了决然之色 在下愿意赠送一些万年凌辱 给道友 不知道韩兄意下如何呀 万年凌辱 就是传说中 一小口可以瞬间恢复全部法力 上万灵时 也无法求得一滴的灵液吗 韩丽神色一变 有些动容 不错 就是这个东西 在下是相信韩兄的为人 才冒险告知 韩兄不会对小女子做出什么杀人夺宝的举动吧 袁瑶眼波流动 明眸紧盯着韩丽 脸庞有些疑惑的说道 通过鬼物和容颜路上和韩丽的一番接触 这个女人认为啊 韩丽他虽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 但是看起来也不是那种心狠手辣 歹毒无情之辈 这才有些不情愿的说出了这番话 当然了 他身上若还有其他能打动韩丽的宝物 说什么也不会说出万年凌辱这几个字的 但即使如此 此时的圆瑶的一双御手 还是不经意的按在了腰间的储物袋上 虽然不是韩丽的对手 但他还是有一两件威力极大的拼命宝物 也足以防止韩丽真的心生歹念 这也是他敢说出这番话的依仗之一 韩丽摸了摸鼻子 默然没有说什么 反而忽然扭头瞅向那件龙头浮雕 脸上露出一丝沉吟之色 见到此景 圆瑶脸上露出淡淡的笑意 看来韩丽也猜出来了 我的万年凌辱的确是此凌玄几万年积累 才产生那么一小半瓶的 但这样一来 倒有想必也知道 小女子没有欺骗之意吧 圆瑶口气忽然一下子变得柔声细语 不错 这么一大一口灵犬在此处 若真的设计够巧妙 并且也没有他人来过此处 的确能够产生一些凌辱的 韩丽冷静异常的点了点头 那倒有的意思如何呀 圆瑶花容绽放 光彩照人的问道 圆姑娘能否告知里面藏的适合宝物吗 倒有既然愿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想必里面的宝物应该更加珍贵才对呀 韩丽望着圆瑶不紧不慢地问道 眼中露出了冰冷至极的凉意 圆瑶一看见韩丽这种神色 不知如何突然觉得后背一阵发寒 竟一阵心慌起来 韩兄真是说笑了 小女子也是第一次来这里 如何知道里面藏的适合宝物 韩兄多心了 好吧 我实话实说吧 我的确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 不过此步虽然价值不在万年灵汝之下 但是对我来说更加的重要 所以圆瑶才情愿以灵汝相换 里面有一节从来没有用过的养魂木 圆瑶一开始还想强笑着给唐赛过去 但是 韩丽眼中的冷色越来越寒之后 他急忙一改口 说了出来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女人 都没有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280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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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